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钥匙吗 你把这个徽章交给军部的刘处长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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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回的任务够悬哪 你这回配的药挺好使的 再多配一点加大药量 我需要我的眼睛马上好起来 好 头儿 怎么样了 检查了 万成峰的宿舍还有办公室 没发现什么问题 咱们这次行动泄密 肯定是有人把消息通知日军了 对啊 小日本本来是相信咱们的 可是怎么后来又喊着要抓咱们 知道咱们这次行动的 除了李司令 就只有万成峰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想说万成峰把消息透露给了乔曼 他也可以告诉我刘志雍啊 如果他们两个在电话里边 电话 这个间谍肯定是窃听了万成峰的电话 我敢断定是朱莉娜 不是那 头儿 我困了 我想睡了啊 头儿 行 睡吧 我把你电话拆开看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把你电话拆开看了 国长 咱们换个话题 好不好 好 如果战争结束了 你准备干什么 我就是想找一个喜欢的人 我就是想找一个喜欢的人 去一个安定的国家居住 我记得 你爸爸跟我说过 说你以前喜欢上一个日本女人 而且爱着死心塌地的 最后没有床 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太怂了 就没敢跟人家表白 她是我爱过的第一个女人 我相信 胡政 你又没有想过 如果他们两个人之中 一定有一个是间谍的话 乔曼更像日本人 雷震 这个问题咱俩就算是讨论 三天三夜夜 不可能有结果的 你需要休息 赶紧睡吧 来啦 哥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 哥 不睡觉啊 哥 前天晚上司令部出大事了 只要我这个宝贝妹妹没出事 其他事在我眼里都不叫事 不是 我说的是朱丽娜 朱丽娜 她怎么了 她被当成间谍给抓起来了 什么 那乔曼呢 乔曼怎么样 他们为什么要抓她 说是她和一个间谍 在司令部的附近街头 一定又是那个刘志勇搞的鬼 对不对 对 就是她 我觉得呀 她就是别有用心 快 带我过去 慢点 不急睡 赶快说 跟你们街头的人 是谁 我求求你们 饶了我吧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怎么样 审了一宿嘴还那么硬 什么都没说 去 把火炉锅抬过来 你们去歇会儿 我要亲自审审这个君花 看看她娇嫩的皮肤 能不能扛住烧红的烙铁 你不是觉得我没实权吗 你不是对我不屑一顾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你不是对我不屑一顾吗 你要干什么 小美人 我想闻闻你细皮嫩肉 被烧焦后的味道 然后 我让你变成一个大花脸 让雷震见着你就躲得远远的 雷震 你为什么要跟我提雷震 装 你就装吧 整个司令部的人 都知道你勾引雷震 他喜欢你 看得出来 你也喜欢他 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 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 起码你在他的心里 还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可是还是怎么会有这个 那你就会有什么事 我会想要这样子 你会想要去哪里 你会在那里 他们也会有什么事 你会想要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 看见没有 在这上面签个字 签了字就没事了 真的签完字就没事了 我说话算话 不行 我不签 好 不签 住手 你 你哥怜香惜玉的心思 我懂 刘处长 如果没有证据 就放人 谁说我没证据 我这不是证审 内阵 你要干什么 李司令让我全权接受这个案子 我现在需要你回避 滚 我说你 雷阵 我告诉你 这条美女蛇玩玩还行 当心玩大发了 咬着你 你说什么呢 这是一个从堂堂国君上校处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吗 咱们骑驴看畅本 走着瞧 不 简直就是个流氓 畜生 丽娜妹妹 你别怕 我哥哥他来了 他也是来审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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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来保护你的 你就是 雷阵 那个曾经听你弹过钢琴的人 你放心 我会送你返回重庆 去见到你舅舅郭少卢的 我舅舅 怎么 你不认识郭少卢吗 过去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 可是你还记得我叫雷帝都 你把墓地里头有日本人秘密基地的信息告诉了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丽娜 你好好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哥哥 只有这样他才能帮你啊 帮我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 你好好想想 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 昨天 相亲 间谍相亲 你相亲来了 快 快去告诉乔曼 让他来救我 现在能救你的 只有你自己 求你了 求求你们了 快去告诉乔曼 让他来救我 只有他才能救我 求求你了 雷震哥 你是来找我的吗 坐 昨天晚上 朱莉娜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我了 那你应该相信他 他肯定是无辜的 把相机交给我吧 强吧 间谍相机 走 你开什么玩笑呢 朱莉娜跟你说什么了 你开什么玩笑呢 她把她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我了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敢担保 她肯定不是日本间谍 我让她担保 前天晚上 朱莉娜被抓的时候 你人在哪儿 我们都在宿舍里睡觉 然后就听见外面有人喊 来人哪 抓刺客啦 然后我就起床出去了 就看见刘志勇抓着朱莉娜 非说她是日本间谍 这个刘志勇 她肯定是被司令骂疯了 才找朱莉娜当作体罪羊 为什么 朱莉娜的口供 跟你说的不一样呢 你为什么要撒谎 是你在撒谎 朱莉娜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不会撒谎 既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她这么信任你 你又为什么要利用她呢 雷震哥 你不能这么说我 不错 我的眼睛 现在是看不见 但我可以感觉得到 谁的心是红的 谁的心 是黑的 如果可以 我愿意把我的心 掏出来给你看看 它是红的 谢谢 谢谢 慢点儿 坐 怎么样 试探出什么了吗 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如果 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必是日本间谍 我相信 朱莉娜她是无辜的 不愧是我妹妹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找到乔曼是间谍 而朱莉娜 不是间谍的决定性证据 缺医不可 否则的话 试衣兵团的人 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一直认为 我一直认为 胡甘肆队 根本就不存在 而是有人 故意在制造谣言 把你我身边的那个鬼 抓起来 刘志勇已经抓到了 怀疑就是昨天晚上 给敌人传报情报的间谍 可就在审讯的时候 却被雷震给放了 朱莉娜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谷章 你应该可以告诉我吧 百分之三十是受伤所致 百分之七十是装的 我希望 你在这个时候 可以抛开所有的惩戒 给我一个最专业的意见 好 我更正一下我的说法 它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 是被人做了手脚 而且是医学方面的 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无辜的 日本人 为了实现目的 什么都干得出来 治好的 它是我们现在 找到真相的唯一希望 从理论上来说 治疗失忆的病人 可以通过脑部刺激 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 这恐怕是唯一的方法 什么方法 电击 或者头部遭到撞击 当然了 只有百分之五的几率 它会恢复记忆 另外百分之九十五 它会死掉 头儿 李子凌让你马上去一下黑 打内战是吧 你还嫌现在的局面不够乱 你还嫌现在的局面不够乱 谁是抵性的 你还嫌现在的局面不够乱 续 给心 跟 徐国章 雷震 你的眼睛好点了吗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谢谢司令 司令 我要向您报告 讲 我已经有证据 可以断定那个朱丽娜 就是潜藏在司令部 多次窃取我军机密的日本间谍 刘处长 任何事情都要讲证据 好 你听着 首先在七月二十七号的上路 我的特工在崔家乡一百八十二号 发现了朱丽娜 由于我的人及时赶到 使得他传递情报未遂 所以当晚 他又与一名黑衣人借着停电 在司令部女兵送舍外接头 结果被我们的人抓了个正着 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吗 拿出实际证据来 我会拿出证据的 你是个职业情报官 你应该知道会拿出证据 就等同于没有证据 雷震 要不是你的干扰 我早就已经拿到证据了 刘处长 现在军心已经被你搅乱了 你要敢汪纵一个日本间谍 军马无群 万将军 我一定会查清此事 我不会汪纵 更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都别说了 雷组长 刘组长 你们俩如果有本事 尽快地拿出朱丽娜是日本间谍 或者不是日本间谍的证据 是 我知道了 在两侧增加狙击手 等敌人靠近 打这个出手不易 是 灯鬼是靠近你在哪儿 灯鬼是靠近你在哪儿 给我打啊 混蛋 这帮小日本疯了 狗粹子 你不要碎 老子不把牌的 打 小鬼子 你们也有今天 先搁这儿吧 过一会儿 会有车 把他们送到千言阵地的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快 坐下歇会儿 您是不是中暑了 来 给您些条暑吧 别 这东西现在珍贵 还是 留给千言阵地的将士们吧 我歇一会儿就好 那要不我替您在这儿等车 您先去歇会儿 不用了 这些防暑降温的人单 是马上要分发给 开发前线的将士们呢 还有这些当地的地图 这样 你代替我押趟车 马上把这批物资 送到承西郊的 步兵衣食军需处 交给前处长 好 好 我知道了 处长 又有什么事啊 刘志勇 你想干什么 你活腻了吧你 你现在白给我我都不用 我让你为我做件事 我能为你做什么事 你能 马上找到朱丽娜 是日本间谍的证据 让我出卖朋友 休息了 你少装钻 你一直在利用她 现在不是你死 就是她亡 你少吓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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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听听吧 有人在寻猫叫 什么 哪有人啊 你是不是害怕猫 我去帮你看看 这分明就是人在叫 刘志勇 你跟我耍手段 你忘了吧 这是我的老本行 选吧 是你先死 还是朱丽娜先死 我死了你也活不成 那就是你选朱丽娜先死 我该怎么做 不用我出主意 你自己知道该怎么 我问你 我问你 喜子现在在哪儿 那是你的心腹 问我干嘛 我迟早会杀了你 我说过 我们会同归于尽的 就是你 我已经打算了你 要聚焦了你 啊 是你 你说的 你不是 我过来啊 你乱得不得了 我再说책 点灯 我 你变得了 也在那儿 给你救等 我给你剑了 我说妻子 我肯定什么 不能中暑 看清这个地址 务必帮我送他 交给郭婷婷 对 一定要签索交给郭婷婷 保证完成任务 我不喜欢别人从背后窥视我 失眠了 一个脑袋后边张眼睛的人 也能因为恋爱失眠 我跟你不一样 咱俩想的不是一马帅 有时候 我真希望你是一个 用情不转的花花公子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停车 快停车 小心 快停车 下去看看 快停车 走 走 快快走 还稍微一点点 走 好好好 再走 沉黄 gradually 好点了吗 没事没事 咱赶紧走吧 你不会又一晚上没睡吧 我想到了点事 霍长 你是不是把我派人回重庆送画像的事情 告诉乔曼吗 雷然 你是 你什么意思 如果说了的话 那小罗可能已经牺牲了 是什么人 不想让我知道朱莉娜的真实身份呢 乔曼 雷震 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起查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的直觉和判断 但这次你是真的错了 我不可能再相信你了 你被感情蒙蔽了双眼 你失去了作为一个特工最起码的素质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 我是医生 我跟你来是寻仇的 我要是早知道你这么愚蠢 这么禁不住美女的诱惑 我根本就不会来 我根本就不会来 你这大早上进来吵妈呀 我好不会睡个呼伦间的 下来 有活给你 头儿 慢点我 去问问老许 他到底有没有把我送信这个消息告诉乔曼 不头儿 你还怀疑乔曼 别废话 去 不行头儿 我肚子不好受 我去厕所 我就听说 回来了 雷组长 又有什么事 随便和你聊聊天 你最近对我好像格外关照 老许之前跟你说过 我曾经把一幅朱丽娜的画像 派人送去重庆 结果这个人在路上 被日本人敢杀了 我不记得许大夫跟我说过这些 再说了 他凭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他不是一直让你离朱丽娜远一点吗 打完仗之后 你是准备跟老许回重庆教书呢 还是跟老魏去天津回家种地呢 其实 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 自从在舅舅家 见到你第一眼睛 我的心就属于你了 也是因为年龄小 也是因为舅舅的家教非常严格 我只能把对你的感情 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 但是自从得知 在太平洋战争前 你在欧洲被日本人杀害之后 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 所以我就瞒着家里人参军来到这里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可是咱俩已经变成了一对冤家 告诉我 我们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是在哪儿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两个月 你来到舅舅家 当时你手里滴了这两个盒 里边装着脆减楼的四包点心 还有得月楼的两支烤鸭 还有四瓶喜酒 那天你穿着白色的西装 进来以后 舅舅就把你带到客厅里 舅舅家有两把明朝时候的红木方椅 你们坐在沙发上喝着普洱茶 我当时在秦凡面前 弹的是献给爱丽丝 我心里就想 这首曲子就是献给你的 献给第一个占据着我的心的身世的 我没想到 朱丽娜把这么细极的事情都告诉过你 雷真 你不但眼睛瞎了 你耳朵也聋了嘛 这些都是我跟朱丽娜说的 我把你过去的事 还有你所有的故事我都告诉她了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真是最清楚不过了 雷小姐 她在这儿 谢谢 不客气 哥 你找我啊 坐 那两人呢 那两个兔崽子跟我闹别扭 罢工了 对了 想跟你说点事 这儿方便吗 说吧 你知道 最近 朱丽娜跟乔曼 一直在跟我上演一出真假美猴王的戏 我现在一想起这个事 左耳边上就是乔曼的声音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右耳边上就是朱丽娜在喊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烦死我了 怎么 你动摇了 你不再那么确信 乔曼他就是间谍 所以我希望你们 不 希望贵的 如果可以的话 当地有秘密电台 帮我和清这件事情 那你之前派去送信的那个人呢 应该已经被胡队解决掉了 当地的电台 一部分被万成峰把持着 一部分被刘志勇把持着 再加上日本人在干扰 我想弄清这件事情 太难了 哥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你放心 怎么说 如果 你如果 人家人在地下组织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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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进来 司令 刚破译了一条日军电纹 念 田中荣又调来一个重炮连队 想借助密集的炮火 一举攻下我们的黑岭阵地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太好了 司令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哥哥一直认为 在乔曼和朱丽娜之间 他们两个 必有一个是潜伏在这里的日本间谍 为了确认 想通过电台和重进取得联络 但是我们这儿的电台 被刘处长控制着 另一部又被万仓某长控制着 而且都受到日本人的监听和干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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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